我们今次主题就是《圣经》说的复兴是什么 我们应该如何带来复兴 因为其实在网上也有很多人讲述复兴 很多人祈求复兴发生 不过有很多人的定义 可以说是复兴的一部分 而不是全部 其中一个也有很多人听过的就是医治 就是说将来的医院会清晰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 有些人这样说 他说有一天复兴来的时候 总之神的医治很大 很多人在医院里都医好了 全部都清晰了 到底这个是否会是 复兴就是很多人的医治呢 另外也有些人觉得复兴就是 讨告 就是他们会讨告复兴来到 这个也常见的 讨告和复兴一定有关系 不过问题是否只是讨告 有些人就说 一些人一起讨告就会复兴的 那是否只是讨告呢 圣经讲的复兴是怎样呢 是否只是讨告 只是代讨 只是医治 在圣经里面说 说到复兴全部都是全面性的 就是说到其实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大事明 最重要的复兴是大事明 就是说更多人信耶稣 更多人是灵命更新改变提升 而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看到一件事发生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时看一些影片 有时我都看的 他说将来就会 基督徒就会很强 復兴就说 整个社区很多人信耶稣 数目有多高多少 这个当然我希望 我希望是 但是圣经没有说到这件事 是必然会发生的 而事实上我们看到现在 这个社会是越来越抗拒神 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 是禁制全福音的 有更多国家 所以我们看到 其实好像圣经所说 就是在末后的日子 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就是很多人敌党神 无亲情不解怨 很多对于基督徒的仇恨 耶稣也说到 在这个灾难 譬如说在马太二十四章 说到就会有战争 饥荒 扰乱 瘟疫 然后接着就说了什么 那时 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 并要杀害你们 你们要为我们明明万民恒惚 又那时 必有很多人跌倒 并且要被此陷害 给此恨户 就似乎说到 基督徒会受迫伯 还有很多人跌倒 那 怎样是復兴呢 其实 如果你看圣经 跟着耶稣 跟着下一句是什么呢 他说福音要传遍普天下 对万民作见证 然后末期才来到 那意思是说 復兴就是说 基督徒虽然在困难之中 依然去传扬福音 依然去 去建立人的灵命 带领人 因为大事命有两个部分 就是传福音和復兴人的灵命 就不只是医治 就是说 其中有一个教导就是这样的 他说 这个世界上 就需要有更多的 的仕途 每个地区有仕途 那仕途呢 带领人讨告的时候 这个地区呢 就会更加 就是呢 社会又会安宁 那些人又更加公义 政府更加好 教育更加好 他会为了七座山祈祷 这些不是错 不过是不是真的 这个世界 教育会越来越好呢 是不是这个世界 政府越来越好呢 我们不是反政府 只是说 政府是不是会亲近神 因为用基督教的观点就是说 他是不是会帮助人去亲近神 还是越来越多国家敌党神呢 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 越来越多反对神的声音 是基督徒更加冷静 有些人说 那怎么复兴呢 其实复兴就是 当我们很困难的时候 我们全心倚靠神 听了神话 反而复兴来到的 而圣经说到 将来受迫白了 基督徒 很大困难 因为世人都恨慕我们 还有普通人要吃东西 又要拜兽 以及受印记 很多人觉得 这些日子 怎可能还有复兴呢 但是在那时候 基督徒只能够做一件事 如果我们真的要保持得救 一定是亲近神 倚靠神 遵从神 求神你供应我的食物 求神你保守我的平安 加力量给我们 当人完全依靠神 不能够依靠自己的财富 依靠自己的户口的时候 反而那时候 神做更大的工作 那时候基督徒可能的灵命很强 这个是我觉得的 可能复兴是什么时候发生呢 就是大灾难的时候 而圣经说到 其实大灾难是基督徒要面对的 是需要面对 然后末期才来到 所以有时有些 对于复兴的图画 有时我觉得是不合乎圣经的 我们是怎样去推行复兴 这个最重要 第一点就是亲近神 和强烈经历神的更新和工作 强烈经历神的工作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自己很感激神 在我1998年的时候 安卡罗布鲁家来到香港的时候 为我按手祈祷 是对我一个震撼的经历 当时好像电流 一按手的时候 即时好像电流涌入来 我都不知道期望是什么 我完全不知道是什么 然后很大的爱充满我 之后我就说 神 原来你是这么真 这么近的 你可以这么大能力做事 我就很感激神 我就用很多时间祷告 很感激神 而且处理生命 在过程中 神一直提醒我 就是我愿意整个生命 让神使用 我的生命不再被世上的东西 卡住 当我这样的时候 发现很多奇妙的事发生 当时有人就说 去大陆宣教 我去吧 就是说到有地方 我们可以去 我去的时候 然后呢 为与与灵祈祷 我是很惊讶 神怎么使用 他们的经历圣灵 更新改变 当时即时有人经历 医治 赶邪灵祈祈祷 灵命更新 也有些人就立刻愿意侍奉主 在我自己灵命更新的这个教会 是一个传统的教会 但里面兴建了十个的传道人 和宣教士 有些现在都在外国宣教 我们都一直支持他们 就是在我们以前教会出的人 就是一下子 很多人有很大的更新 就是原来我们需要神更新我们 有些人说我没有这个经历 那怎样呢 其实只要我们亲近神 就越来越经历更多 你越投入赞美 全心爱神 神的工作就越大了 第一就是一定在耶稣里面 我一起来读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知子 常在我里面的 我也常在他里面 这样就多结果子 因为来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就是没有耶稣 我们什么都做不到的 而我们其实个人都信耶稣 个人都信耶稣 那为什么会说没有耶稣呢 而是到底我们给耶稣 掌顾有多少 我们平日的生活 你一天 你有没有十分一的时间 会想到耶稣呢 因为你很多时间 你就是 起床 穿衣 吃早餐 吃早餐 出门 做工 或者你做家里的东西 在这个过程中 到底神在我们生命中 佔有多少地位呢 我们是否时时在神的里面呢 当我们时时在神里面呢 他就在我们里面 我们就多结果子 必然在神的里面呢 我们才能够结果子的 因为来了耶稣 就不能做什么 所以很多基督徒慢慢呢 有些基督徒信了主内 他慢慢会软弱的 慢慢没有力 因为他跟耶稣的联系 是很弱很弱 所以他呢 就是他没有这个动力 他想到神的事 他觉得很厌烦 很大压力 他不觉得是开心的事 但是当我们说 神这么真实抹着 我就倚靠神 神一定做工的 越亲近神 神就越做工了 我很感谢主 在我经历圣灵的时候 我是感觉到 很强烈的能力 在我身上 而我到今天为止 我到现在 我讲着圣经 我直接觉得 有些能力在我身上 我留过的 这是对我很大的鼓励 很大的提醒 我怎样用灵祷告的 当时有一个牧师 我们参加聚会的时候 他一直说 你伸出手 全心爱神 你把你的手放在肚子里 从你腹中流出 活水的光河出来 他一直帮 他用一个方法 帮我们去visualize 好像将他图像化 想一想 你伸出手 耶稣在你的前面 当我这样做的时候 我慢慢留意到 当我心灵发出对神的爱 我发觉有反应 而且当时我很明显 很记得 在那些圣灵充满的聚会 即时 整身好像触电 即使我现在 我都觉得是这样 这个对我 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就是神 神和我一起 有些人会说 牧师你有我未有 你肯用时间 你经常说耶稣 你真是好 多谢天父 多谢天父 多谢耶稣 感谢耶稣 神的同性 就会在你身上 越来越强烈 那时我还记得 有一个婆婆 是一个宗派里面的 那个会长的妈妈 在传统教会长大的 一直传统教会 但是她告诉我 她祈祷 她感觉到能力 还有我当她按手 祈祷的时候 她感觉到能力 她也经常出去传呼吸 她经常在她的地方传呼吸 是很大的见证 在《兴奋得圣》这本书里面 她的儿子也写 关于她妈妈 在里面有提及到 她妈妈所做的事 所经历的事 就是说 她妈妈在传统教会里面 都经历到神的工作 圣灵的工作 所以不分宗派 只要我们亲近神 神就会做工的 而圣灵真的会将 神的爱敲冠在我们里面 在当时安卡罗 说我祈祷是神的爱敲冠 我们都试过很多次 我们试过一次 为人祈祷在电话里 我一说耶稣爱我 我一说耶稣爱我 我立刻那些爱 立刻涌入来 我立刻大声哗出来 我现在就是充满喜乐 我一说耶稣爱我 立刻的喜乐充满 原来神是可以经历的 这些经历是圣经有说的 圣经说我将平安赐给你 我留下平安赐给你 我将平安赐给你们 这里说圣灵将神的爱敲冠在我们里面 我们越亲近神 我们越经历到神 这位姊妹在这里 我不说她的名字了 当时她的腰骨痛得很厉害 我跟她祈祷了 她还在网上有作见证 她现在坐在这里 她整身摇摇 摇完之后她是不痛的 有很大的能力在她身上 这是很多年前的事 已经是可能20年前的事 当时来说我真的很感谢神 真的时时祈祷会见到不同的事发生 其实今天一样发生 今天一样发生 我们不要算算量度 我记得那时我曾经带两个教友 那时是在外国 我还在外国牧会的 带两个教友去到宣教 他们在教会都是 他们是很活动的 但他们不是那么见到神的能力 但当我们一起去宣教的时候 他们就为人们祈祷 他们都很惊讶 他们按手祈祷 那些人都倒在圣年之下 我们不是一定要跌倒 首先是叫好 即是可以是经历 可以不是一定 每个人都这样经历 但他们都很惊讶 他们祈祷圣灵都这么大的运作 原来当人去亲近神 神就会很大的运作 那我当时有些影片 当时讲到 就是大家 我之前也有拍过 以后我又可以播给大家看 有些人 他那种被感动的程度 是非常强的 就是神的感动 我希望大家都是说 神啊 我需要你 复兴就是说 有很多人就注目在医治 我记得我经历圣灵的那个聚会 下一年再办 那时候我们一起做服侍者 当时真的看到很多东西 那个房子很大的房子 两个帮一个 看到那个聚会 很多人是有邪灵搅要 很多人 就是他们祈祷得释放 后来聚会之后就分享 那么负责人就叫他来 你谁有医治出来分享 那我就不是想分享医治 我想分享去年我被按手之后 我整个灵命更新 我侍奉更新 那我就排队了 那个负责人 他问我 你分享些什么 这个负责人是整个聚会的负责人 他跟他问我 你想分享什么 我说我想分享去年 他跟我按手祈祷之后 我整个灵命更新 我经历神的爱 怎样帮很多人 侍奉很大的更新 他怎么回答我呢 那你不用分享了 他的定义是什么呢 复兴就是医治 你们就分享医治 不要分享其他东西 就是他不觉得医治的目的 是更新灵命的 他觉得最重要是医治 这个东西我是有点失望的 为什么他只是看医治呢 圣经从来没有说到医治是一个目的 在《马可福音》第十六章里说到 主和我们同工用神迹随着 为了什么呢 证实所存的道 我们经历神迹歧视 目的是证实神的话语 叫人更加信神的话语 听从神的话语 不只是经历医治 医治只是一个途径 只是一个方法 而这些的经历 即是神的爱 以前我看经文 我从来没有想过 是可以经历的 这个经历神的爱 是很大的帮助 我自己试过在宣教的时候 他们的聚会 大部分都是基督徒 但有几个未信的 我先为那些未信的祈祷 即是我先说完信息 然后我说 你们过几身 我先为几个未信的祈祷 我还记得当时有一个男人 穿的西装是很漂亮的 如何美化呢 我从来没见过那种质地 是立体的 即是那些波纹 当然不像我的手 那么夸张 是很微细的立体的质地 很明显看到整个人的衣服是很漂亮的 那我 即是想着一个 那么有钱 又不信耶稣的人来到聚会 即是可能都不会有什么经历的 那我 但我依然祈祷 那我祈祷当然是跟他说到 关于耶稣爱我们 耶稣关心我们 我说很惊讶他流眼泪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你在祈祷有什么经历 他说我觉得很感动 而且他说我觉得有电流流过我 我说你看到神这么真实 你想不信耶稣 那他就即时信 当时在场几个未信的 全部都经历圣灵的工作 而信耶稣 我觉得这个就是復兴 其实復兴今天可以来的 復兴不是说 我也想说 不是你要经历这些神才復兴 是你说 神我想给你用 我愿意给你用 我可以给你用 没有东西可以拦阻的 这个就是復兴 你的心就是神 从今以后我不再为自己活 我是为你 为我们死而復活的主活 那你就开始有復兴 那你就开始给神使用 我将耶稣常摆在我面前 我们一起读 因他在我右边 我面不自遥动 因此我的心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这里都是说到经历神 当我们将耶稣常摆在我面前 就是我亲近神 他在我右边 我就不自遥动了 就是不会说 就是好像打倒了 那我的心就欢喜 我的灵快乐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整个人心又欢喜 灵快乐 整个人又在神的里面 可以安然居住 整个人舒服 轻散了 就是神可以赐给我们的 那我真的感谢神 譬如 你可以用我篇的诗歌 我很多时候都唱这首诗歌 我的心平稳安静 如果我平稳安静的心 我好将天国 我的心平稳安静 你唱这首诗歌 真的很平稳安静 这个人真是轻散舒服的 那这都是神可以叫我们平安 轻散 你自然的身体也都安然居住 整个人就会更加健康的 好了 这个第一步是跟神关系好 经历圣灵的更新 这个经历圣灵的更新 不是一定是去到电流 你只是说 我经历到平安 轻散 感动 爱 安慰 任何一样东西 都是神在你身上工作 你就 珍惜神 这么好 我就回应神了 而很重要 我觉得复兴 一定是 传福音 和建立人的灵命 因为我都去过很多复兴的聚会 因为我经历圣灵之后 虽然我已经是牧师 很长的时间 也都读了很多神学 但是对我来说 圣灵充满一个很陌生的东西 于是我就去参加 不同的圣灵灵会学习 的而且我看到他们的圣灵的运作 我在宣教的时候 我都好像他们这样 去带领一些人 很兴散的去亲近神 去呼叫耶稣 去开心的 放下重担 我都有用这些方法 但是有一样我很失望 他们很少说去传福音 很少说 你去传福音 你去建立人的灵命 你去使用 神圣灵给你的能力去使用 有很多恩公福事者 他为人祈祷 真的很大能力 但是他很少说 当我祈祷你开始用了 我是听不到 我没什么留意到 有这样的教导 但是当时我的心就是说 如果他能用 我也可以用 我后来发现圣经说 信的人比较神迹 除了他们 包括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所以我有一个信念 是任何基督徒都应该按手 但是有些 灵恩的群体是反对的 他们是不准普通的信徒按手 只是有某些人可以按手 他们的意思就是怕他们有邪灵 我又觉得 如果那个人真的处理生命 与神亲密关系的时候 他是可以 即他不是有邪灵搞要 他也不是有情绪 罪困扰的时候 他是可以 为人按手祈祷 才发挥出神的儿女的 一个军队的作用 复兴不是只是有个报道家 来到很大的能力 就会复兴那些人 而是那些人复兴之后需要走出来 一定是需要传福音的 所以当我去到很多聚会 我发觉他们不说 跟着你做什么 他们就是说什么呢 哇 几大能力 你带人回来 带人回来 哇 很大能力 很多医治 那我就说 那我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我心里面 当时我是很多这些问号在里面 后来我看圣经 圣经讲到保罗比特很多神迹 但是跟着他做什么呢 他传道 他不是停留在这里 所以他们不只是停留在医治的 你看到保罗在泄罗人传是有医治 但是他不是经常说医治 他不是经常做医治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经历圣灵的目的 就是一定是传福音 以及更新人的灵命 而传福音呢 我也都见到有很多人 去到街上传福音 这个是非常好的 但是我也都觉得非常重要 一定要帮他们 如何跟进他们 如果他们没有被跟进的时候 就是他们只是在街上信耶稣的时候 他没有回到教会 他没有被跟进 就是他不会成长的 所以这个是我们需要做的 好了 在大灾难的时候 启示录十二章十一节一起读 弟兄圣过他 是因羔羊的血和自己所见证的道 他们需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这里很特别 就是说到 弟兄圣过魔鬼 这里说到魔鬼 是羔羊的补血 赦免我们的罪 拯救我们 叫我们得胜成为神的儿女 以及所见证的道 所以一定是见证 尤其在大灾难时期 也是一直见证神的道 他们需至于死也不爱惜性命 在我初信的时候 教会就有《中信月刊》 《中信月刊》里面有说 你们哪个人可以要求 我们有些书可以寄给你 我看到其中一本书叫做《为主受苦》 我就要求他寄给我 寄给我之后 我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 讲不同国家受迫白的基督徒 讲到还有些基督徒 他们没有食物 值很少食物 他说有些基督徒都十日奉献 为什么十日奉献 他十餐一餐不吃 就给那些更加需要的人吃 在坐牢的时候 都这么有牺牲的心 我当时都是初信主 我就有个意念 如果有一天有人用枪指着我 我会不会说 我一样信耶稣 我不会否定耶稣 在我当时我已经决意 不重要的 死了不重要的 死了上天堂 是不重要的 在当时我已经有这个意念 而近期 因为其实不是近期的 很多时间 我都会看到不同地方的迫白 我自己很多时候都会想到 有一天如果这个迫白来到香港 来到我们周围的基督徒 那些基督徒会怎么样呢 所以我有个心 我很想帮助更多基督徒 在心理上预备有一天被迫白 被人鞭打 被人捉去坐牢 被逼受受印记 我们就否认 我们不会受这个受印记 我有想过一样的 譬如他两个人捉住你 三个人捉住你 捏你去受受印记 但是我一直说 我们不是受受印记 我们拒绝拒绝 就是你一直拒绝的时候 他就算真的吸引爱 都没有作用的 因为我们是一路信靠耶稣 这是最严重的情况 神也可以保守我们 就是说我们真的不怕 虽至于死 也不爱惜他的生命 我希望大家在心理上有这个准备 如果有一天这件事临到你 你会不会这样站得稳呢 这个就是復兴 因为你听神的话 神一定祝福你 赐给你很大的能力 有些人坐牢 其实我看见证 有些人被逼迫坐牢 他坐牢的时候 向那些监犯传福音 以及为他们祈祷 神大大使用他们 有时很特别的 在很困难的时候 反而你发觉圣灵的能力 这里耶稣说到 大使命 耶稣进前来 对他们说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造我的门徒 奉父子圣灵的名 给他们施洗 犯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 他们遵守 我就尝与你们同在 食到世界的末了 这里讲到神两个应许 第一 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 耶稣有天上地下所有权柄 包括列国的权柄 有些人说 不是有些列国很厉害 他虽然很厉害 但其实他也是在神容许之下 神容许 为何神要容许他做这件事呢 譬如当日 为何神容许 比拉多罗马人 钉耶稣呢 因为神有他的计划 初期教会受很多迫白 但他们不怕死的时候 初期教会是很大的见证 很大的能力 反而受迫白教会是更大的能力 中国曾经 那个很大的迫白的时候 是有很多人信耶稣 很多 就是真是经历很大的困难的时候 现在他们都有受迫白的时候 我们求主保守他们 就是 我很多时候都会为到受迫白的国家祷告 求主耶稣保守他们 能够靠耶稣得胜 那耶稣说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我还记得看那个DVD有几个 那他说到有一个人呢 他说呢 很辛苦啊 坐牢 那他就 跟耶稣说 耶稣啊 我很辛苦 我很辛苦 我累了 然后耶稣给了一句说话 他说 我的恩恋救你用 神是跟我们一起的 在受迫白的时候 我都想到有一天 如果我受迫白的时候 我会 就是我会很深信 当我祈祷的时候 神会跟我一起 神会加力量给我 一样呢 大大的祝福我们 我希望大家有这个心 神 我不是计较 我有多少舒服财富 也就是我计较 神的同在 神的喜悦 神就跟我们一起了 福兴也都包括 有圣灵的工作 因为圣经说了 有神迹歧视 心灵和身体的医治 和赶邪灵 是我们都可以 经历的事情来的 你有没有试过 有机会为人赶邪灵呢 如果你有机会 有人觉得有赶邪灵的狡要 你不要找我 你自己去做先 你自己去做先 你发觉 咦 我跟人赶邪灵 他会有邪灵反应 这样的时候 你就对于耶稣 更加有信心 知道神都会使用你 在《二塞书》 《二塞书》《一章》里讲到 差以外医好伤心的人 报告秘老的得释放 被囚的出监牢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喜乐游代替悲哀 赞美医代替忧伤之灵 就是神化了的 主要有灵在我身上 因为耶稣用高高我 叫我传好信息 给谦卑的人 还有差以外医好伤心的人 你会发觉 你为一些伤心的人 祈祷会得到安慰 这个是神会用你的 你周围有没有伤心的人 但有时基督徒不敢 不敢觉得 我祈祷没什么果效 所以我们需要粗练 粗练去使用的时候 神就祝福你了 变成耶稣应许我们 信的人必有神迹除了他们 奉我名赶鬼 守我病人病人就必好料 送神迹除了证实所存的道 左边这个年轻人 就是我曾经在宣教的时候 我围绕一圈祈祷 祈祷他几秒钟 他立刻硬了 整个人跌下 然后他的手 你看到他的手硬了 神起的手指 我有个影片在网上 他不能动 他就很害怕 死了手硬了 我就带领他汇改 和奉耶稣名赶邪灵 当他肯将生命给耶稣的时候 他就看到天上有天舍拍掌 然后他的手送了 他就很喜乐 在影片里面 他就很喜乐 这个也是 当时我真的见到 神真的好了 神的工作 也当时我们可以很自由去那个地方 去宣教 但是神也会给我们有方法的 现在有个方法是什么呢 是用网上 YouTube、Facebook 我希望大家都开户口 做一些小见证 然后你将来可以带领更多人信耶稣 另一件事 圣灵充满会带来知识言语 其实圣灵充满就是和神有密切的关系 个人都可以进入的 就是有知识言语和预言的运作 这件事你不要以为是不可能 我想说就是预言和先知 知识言语的运作 不是个人同一程度 有些人比较强一些 我自己来说 是多些教导的领受 神给我们的教导 但是我们个个都会收到 犯罪觉得内疚 想神感动我们改变 看圣经 圣经会提醒我们改变 听到 神会提醒我们改变 我们的里面会觉得有火热 有一个推动我们的力 这个就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推动力量 跟我们说话 越听神的话 我们就越领受更多 大家有时你留意一下 譬如有时我试过这样的情况 很多次了 我突然在路海 沉一声出现一个人 我没有见过 但他表情很清楚 我觉得神是叫我为这个人祈祷 或者有时有些意念 神想我怎样帮某些人 或者怎样推动福兴 我觉得神会做一些这样的事 就是我们留意一些 自己忽然间出现的意念 这个都是可以神跟我们说话的 圣经有讲到 圣灵所赐的恩赐 很多都是比较超自然的 我们一起懂红色的字 圣灵赐 智慧的言语 知识的言语 信心 医病的恩赐 异能 先知 辨别诸灵 说方言 翻方言 但有很多人对于这些 觉得很难 其实不是真的我们想象中那么难的 是真的可以进入这个情况的 一会儿我也想你分享 小小 一会儿一会儿 你想一样 神给你的一些知识言语 因为他收了很多言语 我想他分享鼓励大家 你想一想 还有神就说了 在末日子 我将我的灵 宵灌烦入血 神说我要 要在末日子 将神的灵 宵灌烦入血 你儿女要说弦 少年人见异象 老年人做异梦 这个就是 神会给不同的人 你也留意一下这些梦 有时候这些梦 奇形怪状 你不一定有什么意义 那些梦通常 譬如说 与神的心意有关 与你处理生命有关 与带动复兴有关 那些就与神而来 譬如你说 我发梦 去到古灵精怪发生 不知道有什么意思 如果你也想不到 你不用理会 通常都会与神有关 或者帮助人有关 那些就可能是神给你的义梦 最后讲最重要的 就是如何带动复兴 第一 一定是用心灵诚实敬拜 因为扶要这样的人 原文就是寻找 神找 神在我们中间找哪些人 那些人用心灵诚实 整个心灵 喜欢神 包括什么呢 思想 云 包括思想意志感情 整个思想认同神是最好的 神是最好的 行神的路是最好的 圣经所说的都是对的 意志 我决意跟着神 听神话 做了神吩咐的感情 就是神这么多好事 这么多安慰 祝福 怜悯 我们就感谢神 多谢天父 喜欢神 一想到神就欢喜 我希望大家培养这种心态 就是很欢喜神 很喜欢神 想到神就欢喜了 这样的时候 这个就是跟神有密切关系了 由整个心灵犯上我里面都敬拜 这样的时候 灵与魂都敬拜 就更加容易经历神的工作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经历圣灵的方法 我们一起读了哪个字 平安 轻松 爱 心灵医治 赶鬼医病 喜乐 身体舒服 医治失眠 得着能力 这些都是圣经所说的 给我们平安 叫我们轻省 有爱 心灵的医治 赶鬼医病 有喜乐 还有身体舒服 医治失眠 还有得着能力 这些都是圣经所说的 圣灵可以带给我们的祝福 那怎样长期被圣灵充满呢 这个究竟是长期 就是我们一起读红色的部分 对付罪 圣经 信心 讨告 渴慕 处理生命 按手祷告 圣灵充满的祷告会 就是说首先对付罪 所有的罪包括烦恼 以世事为念 不想神 这些懒惰 这些都是罪来的 离开这些罪 圣经 深信圣经的应许 圣经应许的有我们 就是祝神 信心相信 神很想充满我们 很想祝福我们 很看起我们 讨告长时间去爱慕神 整个心灵爱慕神 由早到晚 你要做什么也好 经常都想着耶稣 多谢耶稣 感谢天父 然后就渴慕 被圣灵充满 很想被圣灵充满 很想带着神的能力 祝福人 又处理生命的垃圾 所有负面思想 负面情绪 被人影响 世事的挂累 放下 然后按手祷告 和圣灵充满的聚会 是有帮助的 那你都狠切为 宗教会的福兴祷告 那祷告是什么呢 第一 求神 一起读 求神福兴教目 和信徒得灵明 第二 求神叫教会 醒觉末期近 神要不要沉睡 求神叫更多圣灵充满 更多人的圣灵充满 带着能力 传福音 建立灵明 復兴教会和宣教 就是说 復兴教目 和信徒的灵明 建立与神的关系 然后醒觉末期到了 我很惊讶 有很多人在网上的讲道 他只是讲到 在这个困难的时候 你怎样得力 但是他没有讲到 这个是末期的警告 警钟 就是有很多人 是没有讲这件事 我觉得这个会令到 很多基督徒不准备好 所以末期近了 我们需要醒 不要沉睡 然后更多人经历圣灵 其实只要和神关系密切 就会有能力 传福音 有圣灵能力传福音 和没有圣灵能力传福音 有什么分别呢 第一在言议上不同 就是说话上会更加逼切 和发自内心的 第二就是那人有需要的时候 为祈祷 他是更加容易经历到 神的安慰 医治 祝福 所以圣灵充满的 传福音是可以多元化 无论他的情况是什么 都可以圣灵带来 给他安慰 医治 或者祝福的 还有有圣灵的能力 建立人的灵命 有些人觉得很难 建立人的灵命 但是当我们亲近神发觉 可以经历神的平安 兴散 我便告诉他 你多经历神的平安兴散 祂就更新你了 你一步步就会改变 你的烦恼交给耶稣 你放下了 放松的人 多谢耶稣一定照顾的 那些自然的重担就会离开了 人就经历到神的改变 被神使用了 还有福兴教会 教会需要更新 还有宣教 很多需要的地方去宣教 所以从我们看 从圣经来说 保罗 彼得所做的 并不是单是代祷 并不是单是神职 是一定有传教 更新灵命 建立教会 去宣教 都是一定有这些成分的 但是很可惜就是 我在网上见福兴的时候 是小提传福音 和建立灵命的 是小提这件事的 而我们可以粗练 为人按手祈祷 是可以经历 圣灵更大的能力更新 还有可以用来传福音 和建立灵命 在左手边这个女仔 是在南非的 我跟她祈祷 哇 她说这些经历 好像去到天堂一样 她说 我也有在网上 她好像天堂一样 真的非常美好 非常美好 当然我希望她们 真的以后保持 右边一个本来在 呼喊 因为她邪灵狡妖 但是后来就充满喜乐 你看到她现在在笑 下面这个 就是她祈祷的时候 那个教会 很多个都 很多忧伤都走出来 当我们这样传福音的时候 神是很喜悦的 神一定 喜悦我们这样传福音 和建立人的灵命 就算有人拒绝 我们看到右边 左手边 这个人在街上传福音 他说 Christ died for the ungodly 当然 他不一定用这个ungodly 这个字 我觉得这个字 有些什么 譬如 Christ died for for all Christ died for you 或者 Christ died for those who don't know Jesus 会比ungodly 有些似说 你们是ungodly 但是神都爱你 有些小小指控性的成分 不过她在街上传道 我就欣赏她这件事 这是她的勇敢 神就喜悦了 我也鼓励大家 你试一下网上 你用Facebook YouTube 你一定是可以 放到一些分享 放在网上的 这里我说到 网上作见证 全夫人或者激励人的灵命 冲破惧怕和害羞 如果你害怕 或者害羞 真情的生命分享 无论是什么发生 你感谢神 你就真情的分享 也可以分享一些技能 譬如你很懂得煮菜 煮什么菜 你煮给人看 然后你就说 耶稣改变我 给我的恩赐 给我的能力 或者分享一些经文 是很多人会看的 有些放上影片 或者你个人的经历 多人顺着或更新 这是我们希望 我们个个都会做 如果你不懂得做 你也告诉我 而很重要的 就是完成大使命 就是天国福音 传遍天下 凭着见证的道 虽然死也不会 惧怕 在末后的精兵是如何 跟神有亲密关系 有封诚生命 建立人的灵命 敏感和信众神的带领 有见证主 和受苦的心 虽然很多人软弱 但他们需要帮助 牧养和照顾 希望我们真的 不单是祷告 是走出来 这几样走出来 就是说 我们復兴教会 帮助人不要沉睡 以及如何用圣灵的能力 全福音建立灵命 復兴教会 宣教 好 你有没有 可不可以有个简短的分享 想不想 OK 是直播可以 还是不直播 就这样摄录 直播可以 好 好 这个是因为他 很多时候告诉我 他怎样 为了些人祈祷了神 跟他说话 大家有些人说 我没有 不要计较 每个人不同的 好 去年 我认识了义母识 你识时 告诉我 我有一种叫 知识言语恩赐 是吗 我未知之前 已经经历了很多神迹 自小就发异梦 又听到圣灵的声音 今天想说 选择一个见证 就是关于我的儿子 我儿子九岁的时候 当时我们有菲律宾姐姐 我就去上班 一天下班 我儿子九岁的时候 在暑假 就去工作室 做功课 最初姐姐照顾他 接他 只有九岁 虽然在家旁边 不用过马路 旁边的座标地 后来他自己说 要试试自己 去自己回 他大过了 我口水很大 我说 好吧 好吧 你这么恨 你自己试试吧 又是男孩 好像没那么害怕 对吧 让他自己试试去 自己回 老杂社 头几天相当好事 我以为 没有事 我以为没有事 一天我下班 大概七点 我一直走回家 那个长路 圣灵他跟我说 他说 今天要叫姐姐去接个儿子 如果不是会出事 我就在想 我不质疑圣灵的声音 我经常听到 但我又想了 想到实际困难 六点多 姐姐在煮饭 猪猪客停了 那我不要 那些菜不好吃 猪猪客 吃了火 或者他在吃东西 那些东西不好吃 如果我去接呢 我去接 我又约了他做按摩 那我去完再去按摩 他又虧了半个小时 那呢 就不舍得这些物质 金钱的损失 就没有理到神 警告 我照他按摩 没有叫姐姐去接儿子 那他躺在按摩床上 都不需要十分钟 心脾气 不停跳 不停跳 接着老公就打电话 老公说 问我儿子的出生字 放在哪儿 要去警局保识 原来儿子 在保证社讨论的时候 旁边就是一个 书局 文具套 他就偷了一支斗窗 我还记得三十九元的 那别人呢 那些叔叔都很累了 你偷了捉到 你给回三十九元算吧 他又没有钱给了 接着呢 就叫警察 就抓了去 将军澳警察 所以呢 就 我手工呢 就要警察保识他 要叫警司警戒 那呢 警察又很忙 很忙 接着呢 他就说 原来美国十岁 那个警察叔叔就说 如果够了十岁 可能要上儿童法庭的了 那 嚇到我们四四口 那我等等等等 等到 等到整十点多 很忙很忙 那他们才回来 他没有事 又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追求 但是整个暑假呢 我和我儿子都很害怕 很害怕呢 很害怕呢 学校会收到这个资料 说他没有事 他拜警馆了 九岁人就已经去警馆了 在这件事上面呢 上帝警告了我 上帝曾经恒神职 让我看异仗 挽救我婚姻 但为什麽我还是不听呢 我不是生了孩子 我生了自己多些 上帝已经很清楚地说 今天要叫姐姐接孩子 否则就会出事 我仍然是不舍得那些食物 金钱 时间 还是不肯去 唉 不珍惜上帝 就是他 好 感谢主给你这个经历 其实他很多经历是什麽呢 他为人祈祷 他知道他的情况 然后呢 怎样使用神 希望我们都有这个心 带动复兴 希望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 我们都可以和神有密切关系 经历圣灵的工作 然后我们逐步被神使用 你不用有神职歧视才被神使用 不是说我没有神职 不用的 这个不是最主要的部分 最主要部分我们的原意 我们一起起床祈祷 亲爱的天父 我们多谢你 因为你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亲近你 你一定亲近我们 我们就多结果子 求主私恩祝福我们 让我们走在神的路上 去遵从你 去做你所吩咐的事 在末后的日子 我们需要有福兴 福兴不是单是经历神职医治 福兴不是单是代祷 福兴是真的会有行动 我们首先代祷 但是我们跟着有行动 去全阳呼音 建立人的灵命 求主赐给我们火热的心 让我们被神使用 祝福这个世代的基督徒 真是暂立得稳 为主作美好见证 求主激励我们的心 燃烧我们的心 让我们不要走懒不结果子 耶稣帮助我们 更新我们 你愿意的 神啊我愿意给你使用 求你帮我 复兴我 你举手向神说 神啊你如何使用我 求主你使用我 求主你不要叫我走懒不结果子 不要叫我沉睡 叫我肯答出来 就算开始网上的见证 或者怎样的方式 向周围的人作见证 神啊求你使用祝福 多谢主 感谢主 祈祷奉主耶稣圣名 阿们 哈利路亚 多谢耶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